其实共享汽车这样的新兴服务 在欧美国家以及中国大陆 老早就已经起跑 但来到台湾还是得要符合法令规范 目前在公有停车阁 一律禁止私有盈利的状况下 让民间的共享汽车推行 相对困难重重 因为光是替一辆共享汽车 找到固定的停车位 就得要长期投入租金成本 更别说之后的车辆维护 以及折旧等问题 背后没有庞大资金支援 甚至无法短时间获利 创造产业规模化 都让共享汽车的营运备受挑战 我可能就是平日如果下班 有要继续跟朋友约 然后想要开车去远一点的地方的话 就大概六七点下班 租公司附近的车 然后出去走一走 然后大概晚晚回来还车 自己租车 自己还车 自助式的服务 具备高机动性 不受门市地域限制 这也让共享汽车产业化 找到了新的市场突破点 共享汽车是一个交通的配套 对他们来说当然方便取用 对他们来说他们使用的意愿比较高 那如果可能他在离捷运站 五分钟十分钟的距离 或是他家走出来 可能只要十分钟就到 他使用的意愿会非常非常高 因为传统租赁汽车的模式 你得先亲自跑到门市去 租赁车辆的过程中 从核对身份证件到填写单据 以及最后双方确认车况外观 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花费时间 但共享汽车的自助租车模式 省下层层关卡 只用拍照存档来替代 但在商言商 新的产业站稳脚步之余 还是要先想办法生存下去 我觉得自然而然的 你很容易接受不同的宅具去共享 带你到不同的地方 让你的行动解决方案 从完整的大众交通网 提升到二轮的脚踏车 到机车 到汽车 所以我觉得汽车相较当然 相较于两轮的宅具 是比较慢进入市场 因为汽车要进入的门槛相对比较高 一方面业者需要提供大量车辆 以供选择 二方面使用者也必须持有驾驶执照 并且事前通过信用卡认证 而且别忘了台湾目前还是私有车辆居多 以目前来讲确实是有它的难度 因为目前来讲 我们的汽车跟机车的登记数都还在增加 当然它增加速度已经比较缓慢了 那我们希望说它可以有一天从缓慢的增加到变成减少 开始再往下减少 其实以台湾汽车市场年度销售数据来观察 2014年正是站稳42万辆大关 全年销售量达到42.3万辆 2017年甚至再拉高 销售量比近44.5万辆 不过2018年小幅减少2.1% 仅卖出43.5万辆车 共享汽车平台的新兴服务崛起 或多或少也影响着车市销售 从过去的B2C 也就是产业对消费者 悄悄改变了形态变成B2B2C 从产业串接产业 再到终端消费者 对于中产阶级或者三班族来讲 共享汽车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对很多三班族来说 可以降低它在交通的支出 买车的支出 还有很多税务的支出 所以它是一个受惠者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商业模式 会走向公司对公司 然后到消费者这样服务的机制 而且共享汽车想大力发展 最大困难点还是既有的法规限制 我们希望跟政府达成的共识就是 其实我在伦敦的时候 我只要出地铁站 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交通的枢纽 那它就会出现在非常便利 可能就在路边的停车位上 因为现行的法规只要是公有停车位 就不能作为私有盈利 在这个状况下 业者只能退而求起司 相较于其他城市 台北的100跟其他城市的破千台 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我们认为就是在停车资源上面的规划跟安排 受限法规让共享汽车的车辆数更难以规模化 你只是台北市恐怕需求量就没有这么大 第二就是说你如果点布的不够 大家使用不方便 大家恐怕也就不太会去用它 第三你还要考虑到说替代运机的竞争 任何一个共享汽车可能都达到1000辆以上 你才会有一个经济的规模 没有官方的配套措施 法规开放也遥遥无奇 共享汽车平台能不能翻转既有规则 达到规模经济 找到稳定的获利模式 变身成产业独角兽 显然都有重重关卡等待突破